全球抗疫排行榜 因为刚刚讲的台湾呢 已经从第五名下滑到倒数十名了 国际间怎么看 把时间交给欣宜 好了这一份呢 是指标性商业杂志 彭博每个月公布的最新版 全球抗疫排行榜 针对53个规模超过2000亿美元的经济体 进行的抗疫评分 而这次的评分项目呢 是有四个 分别是疫苗接种率 封锁严重性 航班飞行力 以及开放接种疫苗旅客的旅行路线 四项指标 图表呢 以蓝色和橘色的深浅色做区分 蓝色呢是最好的 橘色呢则是最差 那台湾在这四项评分当中呢 全部都是橘色 也就是最差 彭博也指出亚太地区部分国家 先前防疫表现良好 直到现在却出现不同的局面 报告举新加坡香港 还有澳洲为例子 说这些国家地区现在还是实施 严格的边界管制 对于小规模病例爆发的零容忍态度 限缩了重开边界的能力 彭博说台湾因为相同原因而跌落 排行榜的下半部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二张 明显是疫苗接种速度致慢 而且疫情再度大爆发 原先台湾在排行榜当中是有亮眼成绩的 是高居第五名的 但是在这次本土疫情大爆发之后呢 现在五月排名一口气掉落十名之外 到第十五名 现在六月份呢又暴跌到第四十四名 而我们来看所谓的第四十四名 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全部从刚刚第一张到现在第二张 总共五十三个国家当中 台湾成了倒数第十名 落后的是落后前面有伊拉克 奈及利亚 越南 泰国 巴西 还有伊朗以及南非 不过呢澳洲在这个月的排行榜当中呢 海市第七名而防疫优等升 纽西兰则是高居第二名 相较之下全球疫情最严重的美国 在刚刚的第一张有看到 现在跃升到第一名 靠的是快速而且广泛推行疫苗接种 现在美国的各个餐厅呢 看到的景象是恢复的客满 而且已经接种疫苗的人 不需要再戴口罩了 美国民众呢也开始外出度假 再来看的是呢 世界最权威的杂志自然期刊 有一篇就是最新的研究报告 说呢接种mRNA疫苗 到底需不需要追加一剂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稍早的在前几天都有看到的是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研究指出 接种过两剂mRNA疫苗的人 保护力可能随着时间降低 需要追加一剂 但是呢刚刚提告在这个自然期刊的研究显示 辉瑞BNT还有莫德纳生产的mRNA疫苗 可以启动身体里头持久的免疫力 可以针对冠状病毒提供多年的保护力 而主导这一份研究的 是华盛顿大学的免疫学家 他们说这是好现象 显示出从疫苗当中获得的免疫力 有多持久 研究结果呢现在刊登在自然期刊当中呢 结果呢是符合现在目前一些部分研究的结果 认为说大部分打过mRNA疫苗的人 不需要再补打一剂 只需要这个病毒和变异病毒株呢 没有演化超过现在的形式太多 而得过新冠痊愈的人 即使病毒有明显的变种 也不需要再追打疫苗 研究团队说 这份研究其实并没有研究教生疫苗 但是预期使用病毒载体疫苗的 教生疫苗的免疫力的持久性 可能不像mRNA类型的疫苗 那现在根据一些研究发现呢 在感染或者是接种疫苗之后 淋巴节内呢会形成一种特别的组织 像是可以辨识病毒的记忆细胞 这个范围如果更广 持续更久的话 就越有可能对抗变异病毒株 因此科学家才会说 人们要事先感染的病毒 事后再接种疫苗 免疫力可以持续很多年 甚至一辈子 但是呢先前也没有研究指出 光是靠疫苗 是不是可以具有类似的 长期持续的免疫力 专家也指出mRNA疫苗的保护力 可以持续多久 其实现在还很难预测 但是就理论上来看 如果没有会避开免疫系统的 变异病毒株的话 就代表免疫力是可以持续一辈子的 但是病毒显然 还在不断的进化当中 而东京医疗保健大学教授 他们说 病毒将会找这个 没有施打疫苗的人下手 因此日本今后没有打疫苗 而染疫的将会增加 那现在疫苗施打的进度 还有变异株的增加 以及个人的防疫措施 这几个部分呢 当中目前是以变异株的增加 占优势 因此专家就建议日本政府 最好赶快安排 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民众 就是年轻人施打疫苗 同时也有必要持续采取 类似紧急事态宣言的防疫措施 呼吁民众尽量克制外出 禁止跨县市的移动 俄罗斯现在持续要对抗第三波的疫情 官方统计显示主要疫情的热点 就像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宝 新增死亡人数 再创新高了 莫斯科市呢 其实在几个月前 几乎都要回归正常生活 现在莫斯科市政府 却下令各公司 要没有接种疫苗的员工当中的三成回家 而且餐厅现在只准 接种过疫苗的 或者是过去六个月内 曾经染疫康复的顾客 才可以进到餐厅里头 圣彼得宝呢 甚至举行了六场 2020的欧国杯足球赛 是预计7月2号 还要再举行一场八强赛 观众人数上线虽然被砍半 但据说到时候 还是会超过两万六千人 而且圣彼得宝 现在收紧的一些限制措施 包含禁止欧国杯的这个球迷区 要贩售食物啊 但是呢 圣彼得宝当局 还是批准照常举行 包括中学毕业庆典 还有举办一场 好几千人观众的 演唱会 您想知道最到位的国际时事分析 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吗 请立刻订阅全球大视野频道 中天电视频道首页底下的频道精选 第二个就是全球大视野 请大家立刻点击进入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而在您浏览频道影片之后 也请记得按赞留言 请大家来冲一波订阅 全球大视野 新闻随时随地带着走 国内全球信息一把抓 从天上飞着地上走着草原爬着水里游着 从政治经济国际网路猎奇 社会案件生活讯息 在中天Facebook通通都可以带着走 中天新闻可以用听的 看的 读的 与亲朋好友一起分享 请大家一起支持中天新闻脸书 按赞 追踪 一起支持守护中天新闻 监督的力量